本片会介绍如何使用相容的Garmin航图机中的Garmin Navionics Plus海图来导航。 首先,进入导航图表。 点选您想去的地点。 选自动导航。 航图机会使用您的船只资讯和海图资料来建立一条前往目的地的最佳航线。 您可能会在航线上看到一些警告。 选危险评估来查看它们。 条纹线表示航线比您设定的安全深度浅,或者有比您设定的安全高度低的桥梁。 灰色线表示有陆地或其他未知障碍物,导致航图机无法计算航线。 如要编辑航线,选调整路径。 点选路径来新增一个点。 然后拖移这个点到您希望航线经过的位置。 重复这些步骤以新增更多点。 接着,开始导航。 如果您偏离航线,会出现一条橘色线。 沿着这条线来返回自动导航航线。 如要修改自动导航的偏好设定,前往主画面。 选设定。 偏好设定。 导航。 自动导航。 选偏好深度,来为船只设定最浅深度。 选垂直间隙,来设定船只能安全通过的桥梁或障碍物的最低高度。 选离岸距离,来设定自动导航航线与海岸线之间的距离。 有另外两种导航方式,前往和航线导航制。 前往,会建立一条往目的地的直线航线。 它可能会经过陆地或其他障碍物。 如果您偏离航线,会出现一条修正航线。 沿着这条细线来直接前往目的地。 航线导航制,类似于前往,但可以在航线中加入转向点。 拖移来调整转向点。 选新增转向点,来新增另一个转向点。 再次拖移转向点。 转向点由目的地往船只方向依序新增。 选完成,来开始导航。 如果您偏离航线,会出现一条橘色线。 沿着这条线来返回航线。 如要停止导航,只需点选这个图示。 或选选项。 导航选项。 停止导航。 最后,除了直接在海图上选择目的地,您也可以搜寻已储存的地点。 选想去何处。 您可以导航到您储存的地点或内建的地点。 如要搜寻它们,选服务。 按名称搜寻。 选择您的目的地并开始导航。 以上是本次教学。 谢谢收看。